我不是动摇了 我是觉得很压抑 知道吧 家人们 我不是动摇 或者说你们说我不喜欢阿子 那没有 我觉得阿子很好 很朴实 也符合我找女朋友的这个标准 简简单单 也不是那种花里胡哨 在外面乱搞 这女孩子 她也不是那种人 我觉得我对阿子还是很满意的 至少说 如果说是100分 我能给她打个90分 说实话 她放心阿伟也可以放弃你 其实咱们直播间 我很多话我是不能说 家人们 说了会 咱们会炸的 有些话我不能说 家人们 因为有些话 我一说了过后会疯的 知道吧 家人们 有些话我不能说 但是我给 对 我给 我给咱们家的 你有些话我是真的不能说 为什么这个点开直播 家人们 为什么这个点开直播 我是希望 我想了两三天了 家人们 我想了两三天了 我是希望 家人们去给 家人们觉得 是希望什么了 家人们觉得我这样做 问问家人们 咨询一下家人们 我这样做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应该 放慢一些节奏 对 我觉得我需要跟阿子一起同住 不是同居是同住一起生活 一起 早上起来一起吃饭 一起去上班 因为我公司多 其实我跟阿子每天待在一块的时间 挺少的 家人们 因为有 你们不知道 你们可能认为 我跟阿子一天24小时都待一块 其实没有 就是每天 他得直播 家人们想看到 我跟阿子直播 我从另外一个公司去阿子那里 然后 陪着他直播 直播完了以后 我把他送回去 然后我再 回家 每天我们大概就是 这样 你是阿子第三个男人 对 是 我是阿子 第三个男人 没错 你们不要黑阿子 也不用黑我 我不是我不主动牵他的手 他压根不让我牵 你们仔细看我上一个视频 你们仔细去看 好不好 你们仔细去看 上一个视频 我主动 我带他去吃海鲜的时候 我本来想去拉一下他的手 我说新年 过了新年了 咱们能上一个台阶 但是他拒绝了 你们去看上一个视频 我跟索拉姐 其实聊了 索拉阿姨聊了很多 也跟玛丽阿姨聊了很多 我对我的这种感情 婚姻啊 说实话 我特别特别的 谨慎 我没想过去伤害阿子 我只是今天开直播 就是我想听听家人们给我一些建议 然后也麻烦家人们去什么了 给阿子做做工作 让阿子不要让家里吹 这样吹得我好压抑啊 家人们 你说我跟他手都没拉一下 就是咱们还没有那么牢固 我就去提个亲 订个婚 订完婚过后 后面我们又分开了 合适吗 家人们 我讲的 这句是我心里话 我睡不着 家人们 我昨天晚上喝 八家一喝多了 直接回家倒床就睡 然后 睡醒以后 直播间报是家人们想看 对吧 我 我无所谓 说实话 我无所谓 就是家人们想看我们拥抱 那我就去报 我不是那种什么了 就是古板的人 我不是 但是阿子 他最开始是排斥的 因为他是很保守的人 但是家人们又想看 那没办法 他就只能勉强同意 知道吧 不是 不是我们没事 就发展到了什么了 就是没事的时候 哎呀 去哪 去哪玩 他会主动挽着我的手 去哪玩 他会 他 你们看到过 我跟阿伟说 我们在一起了 那是 那是 想什么了 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是什么 是 我不想阿伟再来捣乱 知道吧 你们去看我上一个视频 那天我带阿子跟阿姨默去吃海鲜 我本来想 牵牵他的手 但是他拒绝了 但是你现在让我去提亲 说实话 我没那个勇气 说实话 我真没那个勇气 家人们 阿子喜欢我 但是我认为他并没有那么爱我 我们还需要一个过程 喜欢 是两个人 有好感 但还没到那种 就是他想为我 做一切 我想为他做一切 还没 咱们都没到那个阶段 这个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 我其实今天开直播 这么早开直播 就想说这个事 对 我跟他的民族文化差异挺大的 家人们 就我不是说后悔了 压根没有后过悔 只是说 我觉得太压抑了 家人们 你们懂我的打个懂字 觉得太压抑了 就是家里面 吹吹吹 就我爸 如果是我爸吹的话 我直接就不理他了 但是 这个阿子的爸爸吹 我又觉得 我也不能不回应啊 家人们 我爸吹的话 我直接可以 可以跟他两个干 我说 我说 关你啥事 你别操我这个心 我可以 跟我爸两个 顶两句嘴 但是 阿子的爸爸提 我也不能这么去说呀 我也不 我也不能够直接说 我说 关你啥事 阿子都不着急 你着啥急 我也不能这么去说呀 我爸的话 我可以直接顶嘴来 我说关你啥事 我说我跟阿子谈谈恋爱 关你啥事 吹啥吹 你们懂吗 我不能去顶这个嘴 家人们 阿子加吹 想钱了 我不是说 钱多钱少的问题 我觉得 跟这个没关系 就是我跟阿子成为一家人了 我的钱也是阿子的钱 他愿意给他家多少 我都同意 只要不伤筋动骨 我都同意 你说十万二十万 我都可以给 三十万我也可以给 我跟阿子结婚了过后 我的钱就是阿子的钱 只要不影响我这个家里面的开支 他愿意给三万五万给他家 我都愿意 我愿意的 我不是那种扣扣唆唆的人 虽然说家人们 骂我 上一次我转了个五百 你们骂我 对我跟阿子 有很大的民族差异 我说在一起来 是希望他不打扰 烦死了 跟狗皮高药一样 让他觉得他没机会了 你们觉得阿子 那么保守的女孩 能轻易 让一个男人 解开他的衣服吗 那不是 咱们没点关注 家人们点点关注 父母就得催得紧 我不同意 我说实话 你们当长辈的 我说实话 我是属于反抗的那种 咱们没点关注的 左上角点点关注 不然下一次直播 你们就找不到我了 我说实话 咱们虽然你们 有些是我干的干嘛 你们要催 我真反抗 我是真反抗的 我不干 左上角没点关注的 咱们点点关注 好不好 说实话 说实话 你们虽然说我干的干嘛 但是你们如果也催 我也不干 咱也不能往那边去想 说阿子的爸妈贪我财了 贪我钱了 咱不能那么去讲 该给的财 你咱得给 对不对 我跟阿子一旦结婚了 对吧 我跟阿子结婚了 我的钱也是他的钱 我挣钱 总要有人花钱嘛 补贴一下家里面 我觉得无所谓 甚至他能够 把他爸妈接到城里面来 我也同意 说实话 我也同意 本来男人 我跟阿子结婚了以后 是一家人了 我孝顺他们 这是应该的 就这样吹的话 说实话 我现在 我为什么不在下午不额 为什么不在晚上不额 说实话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 感谢感谢 你们当长辈的 家人们 你们当长辈的 就喜欢说 希望 我能理解 就是当长辈的 就是你把婚结了吧 早点结婚了 让我抱个孙子 我也没啥事 反正 很多叔叔阿姨说 我现在工作 也退休了 你们早点 生个孩子给我们带 你们就在外面 好好工作 孩子没事 交给我们带 都可以 你们早点 让我抱上孙子 很多家人们 都是这样的一个心 但是说实话 我是很不愿意去的 对 我为什么 我不能够 不能够什么呢 不能够给阿姨 阿姨讲 我怕他听不懂 误会了 知道吧 我不能够直接 给他讲 我怕他听不懂 你到结婚年龄 我早就到结婚年龄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 还没到我那个点 知道吧 没到那个 就是我特别想结婚 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特想结婚 这个人我特想娶 就是你不嫁给我 就不行 我还没到 我还没有找到那种 那种感觉 知道吧 他没有理解能力 知道吧 我不能直接告诉他 对我跟阿姨 手都没拉过 我不是不坚定 而是我比较谨慎 我是一个做事情 非常谨慎的人 特别是跟你过一辈子的人 一定要慎重 我做事情是一个 非常谨慎的人 我每一步 我就像下象棋一样 我走一步 我会看三步 我不是说我后悔了 我今天开直播 我只是想听听 家人们的建议 然后给阿姨带句话 我们再发展发展 让家里面不要太吹 好不好 家人们 觉得好的 咱打个好子 给阿姨带句话 让他给家人们沟通 给他家里面的人沟通 就是不要吹 就是我俩的事情 就我俩说 我俩爸 不要吹 家里面的人不要吹 我爸的话 我直接顶嘴了 我说关你啥事 操你的操啥心 在家好好玩 好好喂你的猪 我爸我可以顶嘴啊 但是阿姨的爸爸 我现在这种关系 我也不能去顶嘴 我不是说我要跟他两个 我后悔啥的 就是我就是需要他 我希望就是家人们去帮我 去说这个事 让他好好给家里面的人说一说 再给我们一段时间的磨合和了解 好不好家人们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得到了那个感觉了 我觉得确实 各方面都合适了 也该结婚了 那就结婚 可能一年 可能两年 或者说发展的特别快 半年 也行 阿子他缺少理解能力 对 所以说我这两天 我一直在想 哎呀 这个事该咋整 该咋办 你把阿伟的一百万还了 去他一边的一百万 我不认账 阿子的家庭太复杂了 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点 我不差任何人 阿子的家里面比较复杂 这是我 我比较谨慎的一个点 就是家人们 很多家人们想到的地方 我早就想到了 家人们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就是家人们想到的那些地方 我都想过 我觉得 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跟阿子之间 其实你们觉得 有些人会想 可能怎么怎么样 阿子家想怎么一种样 或者说 有人想 你们不要觉得 就是小妈想要米了 我觉得 我跟阿子到结婚的那个 我到那个底了 一百万我都给 说实话 就是如果我跟阿子 真的发展到了 想结婚了 那个底 一百万 哪怕说要一百万 我都给 两个 我跟阿子在一块了 过后 我跟阿子就是一家人了 我补贴一下他家 没啥毛病 他家就是我家 他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没毛病 我给 只要我有 我就给 你给一百万 我真想结婚了 你别说一百万 只要我有 多少我都给 因为我跟他结婚了 过后就是 就是什么 一家人了 我妹妹陪 我妹妹结婚 我陪嫁 一套房 我也给啊 心甘情愿地给 对吧 我妹妹结婚 我陪嫁一套房 我心甘情愿 我愿意 我还很开心 知道吧 我不会觉得肉疼 我会觉得特别开心 我妹妹嫁出去了 有人照顾她了 有自己的小家了 我会很开心 我愿意给 咱们新来的家人们 没点关注的 点点关注 不然下一次开直播 你们也找不到我了 咱们没点关注的 左上角 看我手指的方向 点点关注 不然下一次开直播 你们也找不着我了 好不好 没点关注的 咱们点点关注 为什么我选这个点 开直播 我是刚 刚醒 没点关注的 点点关注 我就希望 听听家人们的建议 听听家人们的建议 然后 早饭没事 我脸也没洗 牙也没刷 穿着个睡衣 就坐在这儿 给家人们直播 咱们家的铁粉 我希望你们能够 把我做一个事 因为我觉得 让家人们去劝 应该要好一点 就是什么 就是你们去给阿子说 一种说了 他不是不喜欢你 他是觉得什么呢 还没发展到这个阶段 彼此给彼此 再给一点时间 然后让他回去 给他的爸爸说 给他的家人们说 不要催 好不好 就这么点事 好不好 家人们 你们也不要多想 不是我后悔了 不是 好不好 家人们 能答应我的 打个答应 行不行 能答应我的 给阿子发个消息 一种说 不是我后悔了 而是 希望他能理解我 好不好 能答应我的 打个答应 好不好 不是我后悔了 也不是什么 我变心了 而是我觉得 他给我点时间 让我们再好好的 发展发展 家里不要催 感情是我跟他的事 我还 我俩还没到那个 谈婚论嫁的 点 好不好 我想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是什么 意思呢 是我 如果我决定 娶一个人 哪怕他 再怎么样 我这辈子 我也不会离婚 有句话 是这么说的 跪着 也要把这条路走完 自己选择的 跪着 也会把这个路走完 阿子说 他愿意当小三 我去说 我怕他理解不了 家人们 我去说 我怕他理解不了 然后 哎呀 大男人 我承认 家人们 我承认 在婚姻这上面 我有点 有点 大男子主义 因为 我花这么大的 代价 打下来的江山 我不想因为 任何一个人 给我毁掉 你们知道 我这么多年 是怎么 做起来的吗 我不可能 因为感情 毁了我的工作 毁了我的公司 永远不可能 有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你未知 他人苦 莫缺 他人善 你们知道 我一路创业 走到现在 多不容易 对 任何事情的发展 都需要时间 去检验 去磨练 包括家人们 觉得我 我 小义 好还是不好 也需要花时间 去了解我 或者说 家人们来乐山玩 对吧 跟我接触 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我不是像别人 那种不敢见 只要家人们来乐山 是我的铁粉 我全接待 我还开着直播 给家人们接待 看看你们 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有没有 如果真实 如果阿子怀孕了 怎么办 如果阿子怀孕了 我这就会带我来的 我这就会带我来的 他在我讨厌 我讨厌